这两个视频你们看过没有 把两个磁铁分别放在水杯的两边 水杯里就出现了神奇的水龙卷 锡纸在电池的正部两级 把棉花放在旁边 自己就燃烧起来了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两个视频你们相信是真的吗 磁铁和水能形成水龙卷 锡纸和电池可以产生热量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我感觉这两个视频肯定都是假的 如果这两个视频其中有一个是真的 我就给点赞的挨个小大哥 那好了兄弟们 咱们开始实测第一个实验 水龙卷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 把这个磁铁放到这个杯子的两端 它会不会产生水龙卷 来了兄弟们 三二一走 这也没有反应呢 我们等待一会儿 啥反应没有啊兄弟们 这个水纹丝未动 会不会是我们需要给这个水 注意一下力啊 OK 好像不行啊兄弟们 这水已经停了 停止旋转了 哇那看来这个视频 估计应该是假的 那咱们接下来实测第二个实验 锡纸和电池 我们先剪下来一条锡纸 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个锡纸放到电池的两端 正负极 这个锡纸没有反应啊 哇但是这个正负极两头好热 你是不是啥 人家视频里锡纸是两头宽中间细的 那么好 我们把这个中间呢 给它剪的窄一点 兄弟们 这么细应该可以了吧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能不能点燃啊 现在我们看一下 哇我感觉电池两边好烫手 不行啊 又点燃不了这个纸巾呢 两个视频经过我的实验全都失败了 为什么他们会成功我会失败呢 你们觉得我的问题出在了哪里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 转发评论加关注 咱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